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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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情况 果然让我猜到了 杨叶这家伙临时变广 还好我留了一手 也不知道杨叶这家伙到底留了什么机会 瞒着我 欣哥 你不也留了一手防着他吗 顶多算是你俩相互不信任吧 来 既然这样 就这我的计划来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这一次我姐亲自出门 她做陷阱的本事 可比那些老烈活多强 保证看不出来 行行行 对了 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木杀 把石头放在上面 能打出老远 既能赶身口还能当武器是 就是弹弓呗 差不多 你真的打算瞒着他们偷偷抓人 你还想不想去天坑了 那就照我说的做 这怎么回事 说好奇迪 不会从东边汉山临近山了吧 你说 不会出什么状况吧 就残根几个 把头怎么不多配几个人啊 把头说了 这次只是确定天坑位置 没必要跟他们硬杠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干啥去啊 不能干等着 我得出去看看 你们别轻举妄动 你干啥一个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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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吧 小崽子 我跟你 我早晚干的 带上点照 前面是汉山临了 没问题吧 这要是出了事 怎么办 我已经跟村长交代过了 已经做好了防备工作 还是那个原则 先观察 不善动 一旦发现有人跟踪 马上回去处理 行吧 这毛线呢 上了这么久 可以走吧 不不不 等一等等一等 我耐心是有限的 我告诉你 不是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 走汉山临这条路是不对的 咱们得换一条路线 为什么要改变路线 不是跟你说了吗 记错了 不行 你这人 老爷 你刚刚的反应不对 汉山临里边到底有什么 你想太多了 怎么可能我想太多 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不 你什么意思 怎么了姐 有动静 我去看看 你什么意思 队长 什么我什么意思 你什么 队长 怎么了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你是不是欺负人家了 不是 你说 就是 咱们能不能停止这次探探 为什么 因为 老秦哥 我姐去抓坏人了 赶紧走 我姐去抓坏人了 赶紧走 他们姐弟怎么在这儿 没时间解释了 赶紧追啊 严谤 我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七车 你干吗 不是让你们等着吗 我干吗 我不然你早被抓了 你把劳不能留 你别给我乱来 他们肯定有准备 我们赶紧走 姐 姐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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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车 秦深 怎么样 没事吧 姐 你怎么了 不是我 是秦深 你干嘛 干嘛 欺负我可以 欺负我朋友 小悠我不乐意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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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 对不起 没事的姐 她很快就会好的 老实点 梁队长 你放心 一会儿我查明情况 我给你们主持公道 张宝庆 你是不是又想背着我 擅作主张抓人 你跟行员也又在计划什么 杨爷 我告诉你啊 天坑的线路 那可是在我脑子里 我跟行员也 那是有了怀疑对象 就做了个局 从汉山林庆老龙口这个方案 除了我和老姓以外 队里事先只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到时候 林邦出现在那儿 那个人就是内鬼 明白了吗 谁 这 赶紧叫人去 血魔朴 刚想来找你 自己还送上门来 老头 你可别乱来啊 快 走 你也不知道队长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难道真的有人盯上我们了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有村长陪着呢 放心吧 嗯 洪果 你别在外边站着了呀 你要是着凉了就更麻烦了 对啊 回屋歇着吧 安心做好后勤守卫工作 没事 我再等一会儿 原来是你啊 把头 把头 我错了把头 我鬼屏心窍 我现在起义 把头 扰落这回沉吧 把头 哟 这是野的哪一出啊 你 你干吗 你是杨队长吗 巧了 我正要去低支队找你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汇报 我的林邦 抓了好几个打经脉主义的家伙 全让我给你押来了 唱双簧啊 演技不错嘛 什么意思 叔 我的意思是 你就不应该当这个木板式 你就去那个北京电影场 在门口搬一马甲坐呢 还没准还能大红大紫呢 你是怀疑我呀 他们几个跟踪地质队 你作为把头 不知情 你觉得可信吗 我们林邦做事 顶天立地 可以被打 被骂 但是不能被污蔑怀疑吧 杨队长 说话得讲证据 证据 我们已经找到跟你狼狈为奸那个人了 你说什么呢 就是他 我看见了是他送小红果回来的 我问过小红果 你是怎么回来的 他说他一个人 如果没有鬼 他为什么要说谎 就这么敢巧 他们就在林子边等着我们 我看啊 就是小红果谢的秘 我没有 好 既然你来了啊 你也看见了 那索性就摊开了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我 行了 都别难为他了 他 我告诉你们原因 他 是我女儿 你女儿 什么情况 小红果 我 为什么隐瞒 杨队长 这事不能怪他 要怪也得怪我 这孩子他妈妈走得早 他恨我 愿我没照顾好他妈 他一直都跟我治这个气 好在他争气 考上大学去了北京 这不挺好吗 算是脱了我们这个穷窝了 要是换错我 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自己别是个人造的吧 所以 白脸出现在地质盾 对啊 我让他借着送菜的名义 帮我看看女儿 没想到 反倒给孩子惹麻烦了 红果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 他跟我的关系 所以才撒谎吧 他说的 都是真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我 刚刚在汉山林 你为什么一直让我撤队 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有人会来 都怪我 都怪我 我知道你们来鹰屯找金子 我只有蒙了心了 想在兄弟们发比赛 昨天晚上 你们副队长 和小红果说话的时候 我都听见了 所以 就是你们几个来抓我 运气太上 没得丑 是是是 你们运气不好 那是我自己聪明好不好 反正老子敢做眼灯 有人冲我来 别招呼把头 还挺胖这人 那先别动手啊 梁队长 你看 他都承认了 那 孙长 他们几个 从今天起 就不是我们林邦的人了 怎么处理 不用看我面子 说到底呢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是我监管不力 这样吧 从今天起 地质队的安全 就交给我了 杨队长 你看 这个胖子他们呢 就是一失糊涂 也不算犯事吧 要不 批评教育一下 敢走得了 来 误会 误会 误会啊 既然这样 误会减除了 大家都散了吧 散了吧 你们几个 跟我去趟初委会 给我老实交代情况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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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队长 胖脸的事 不会连累红果吧 胖脸毕竟是我身边的人 这种关系 确实有点不经不楚 但是红果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不能被我拖累了吧 好 我的事你别操心 对李向来公事公办 只要证明 他没问题 谢谢领导 呃 我可不可以跟红果 单独说几句话 早点回来 明天还有工作 你还真信血魔不说的啊 不信 我也不信 哪会有那么巧的事儿 那你刚才放他们走 村长说得没错 他们的行为够不成犯罪 而且 胖脸都承认了 就更不好拿血魔不说的 这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 就这么断 也许就是他们读我陆书的呢 张宝欣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陆国华 为什么偏偏是他说呢 你还怀疑我陆书 笔记本的事情还没解释清楚 另外 就算真的有人对他下手 也总得有个缘又不是 张宝欣 你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没有 什么意思啊 关陆老师什么事儿 不是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杨艳 小红果的事儿 你打算怎么处理 什么怎么处理 是通报还是开除 那你总得有个说法 为什么要罚他 杨艳 你失忆了 刚才你不是 小红果不是内鬼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 他爹是写蘑菇 那又怎么样 他又没出卖帝制队的信息 之前还提醒过我 所以说明他的心 还是向着队里的 顶多算个汇报不及时 几个过吧 杨艳 这么危险的人留在帝制队里 我可不安心啊 行员也 这种没有证实的猜测和怀疑 一旦提交上去 他将来的路可能就会被堵死 我不想帝制队有危险 更不想毁掉一个人的前途 妇人之人 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 我支持你越级举报 如果没有 我也有责任保护我的下属 好 看什么 我还以为你冰块惊变的呢 你甭拐弯冒假骂我了 我听得出来 所以之前调查内鬼 也是因为这事 我身为队长 要对每一句话负责任 所以我怀疑陆国华 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通报的 放心 又来了 为什么突然跑过来 知不知道你暴露的身份 对我们有多不利 队长他们早就对我有所怀疑了 也许明天就会把我开除 他敢 我谢了他 你除了喊打喊杀 你还会干什么呀 实话告诉你 就算他们不开除我 我也不会再替你这帮贼隐瞒 说你老子是贼啊 那你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希望 我没你这个爸 再说一遍 你打 你打 你打死我算了 不 那我就打死你 你 我 你给我让开 今天非得教育教育他不可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 告诉兄弟们 到时候该怎么说 有人连我的王王 老头 你冷静点 红果就受不住他 我让你让开 你让他打 那我就能见到我妈了 如果妈还活着 她一定比我更看不起 从今以后 你要是再敢打地支队的主意 我定第一时间揭发你 反正现在感觉都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了 你没有什么可以再威信我 我 大不了这份工作 我不做 冯总 不能去 我不能让你去 倒卖兄长是笨罢的 这兄长卖了够三家吃一年的 你知道吗 我 放开我 不能去 你让人真是单行 你站开 快回来 来了吗 后可 好 醒醒 妈妈 妈 醒醒 妈妈 醒醒 我这小红果 你别睡了 你打开我 妈妈 你醒醒 妈妈 妈妈你醒醒 我怕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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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 那是走啊 你把我妈妈还给我 你把妈妈还给我 你还给我 我爱死你 我爱死你了 我爱死你了 小心 你干吗跟着我 碟子里到处都是不收价 又没灯 我记得你最怕黑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又不找你管我 你跟他是一伙的 啊 谁呀 清不清晰 一个意外 你怎么来了 吓我一跳 小声一点 我可是真怕你奶奶 你那鹰 伤得不严重吧应该 还好没伤到药害 翅膀上受了伤 奶奶给她敷过药了 那你姐怎么这样 清晰受了伤 我也很难过 但是跟我姐根本比不了 不是吧 就一只鹰 等我那个蛋敷出来 我也有一只鹰 宝庆哥你不懂 虽然村里的人都认为 我才是清晰的主人 但是实际上 她是我姐在山崖上找到的 她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姐 她觉得我姐才是她的亲人 所以她们真的像朋友一样 朋友 他们 她们两个交流起来 没有语言杖吗 很多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 你不是我们囤里的人你不知道 猎鹰和薰鹰人之间 就像是签订了某种特殊的契约 她帮我们寻找猎物 我们回报她食物 但是一旦气线到了 就要把他们放回蓝天了 这是约定 还要放回去 对啊 薰生明年就要走了 青森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请遣啊 其实呢 我还有一项特殊技能没有告诉你们 我其实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 不信啊 你拿给我听 他说什么呀 你急什么急又没有耐心 听出来了没有 那个 他 他说 他还没想好说啥 还有点羡慕才挂 有一支鹰多好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孵出来 不是吧 怎么裂了 这 这 这在这儿 也没接生过鹰啊 要瞧碎他吗 我也有鹰了 我也有鹰了 张宝庆 能不能找到天空了 那天空呢 我上次明明从这儿掉下去的 张宝庆 你又耍我们 不是 上次我真从这儿掉下去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 那天风雪大 很难找的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今天心情好 还知道给我买酒 小卖部金书送的 我把他收音机给修好了 这是他的谢礼 你还有这本事 记多不压身嘛 来 四舅爷 尝尝 好好好 嗯 不错 这 这 这 你鼻子倒挺灵光啊 别别 四舅爷 那个 他年纪小 不懂事 您多担待在哪 来 您别说 这鹰就是比鸡强 这才几天啊 就长这么大了 四舅爷 您见多识寡 瞧瞧 这什么品种 看不懂 就是个畜生 畜生也比别的强 试试 你真打算养着他 他胃小 吃不多 这鹰啊 就得有鹰的野性 像你这么宠着腻着 同吃同睡 当猫痒 早晚得把这鹰给废了 鹰啊 得熬 不不不 现在不行这一套了 我 从小被我妈打到大 典型的棍棒式教育 那该逃还是得逃 好 我这个当爹的讲究 自由生长 兴趣发挥 是 好 杨队长 您之前让我们查的档案 已经有结果了 几份都是地质勘探员 关于鹰屯和前百山勘探的 汇编资料汇总 嗯嗯 您父亲杨莫书提供的 信息节选也在里面 所以 作者都有您父亲的名字 能查到是从哪个文件上 截取下来的吗 都是当年的电报 完整的电报信息 能发给我一份吗 好的 我整理好后寄给您 好好好 谢谢 您客气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父亲当年的事故报告 方便发给我一份吗 杨队长 这个 我需要请示报告过后 才能答复您啊 您等等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两件事故意 你到底是怎么办 折腾 我们警察 你 seller 没错 她 她 要 如果 她 怕 开车出去的 你说谎 我爸他做了十多年的队长 他不可能这么冲动 杨爷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爸爸走了 我也很难受 我要知道真相 我要知道真相 拿走 红公 你别这样 把头打了你以后 他也很后悔 打他要按着面子不敢来 这些 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干什么呢这是 吵架呢吗 就可怜可怜他 收下吧 你别跟我提他 他怎么又来了 不是已经辞了他的工作 不让他送菜了吗 你们也不防着点 那人家正常探个亲 能防得着吗 红果 就当我求你了 小红果 平常看起来温温柔柔的 没啥脾气的样子 他这一生起气来 可吓人了 你说他们父女俩 得有多大仇才能这样啊 你工作做完了 这么闲 你还没办法 不是下大雪工作都停了吗 进屋去 无聊 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告诉他 以后什么都别给我送 小红果 小红果 刑副队 别以为杨叶没有上报 你就安全了 我警告你 别让我抓到什么把里 小红果 小白 吃 不是所有人都能玩药 小红果已经把你玩了 别给他小白 吃吧 这鬼是小业 我最后一颗报告尝了 这性子随我 随我 小红果 你怎么不戴帽子呀 多冷啊 成了 小心烫啊 谢谢 怎么 你也想吃啊 我喜欢你 他真可爱 你想抱抱吗 可以吗 可以啊 他有名字吗 还没想好 不过你看他一天傻傻的 就叫他小白痴吧 小白痴 哪有人给自己 英英起这种名字的 多好呀 真有个性就不会聪明 你还不乐意了 行行行 叫你白将军可以吧 白将军 以后长大呢 一定要做一个骁勇善战 赤胆忠心的神鹰 好不好 是吗 不过呢 白将军 你现在 年纪还上行 就叫你小白吧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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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怎么那么冷的天 一个人跑出来啊 是不是行云野 又欺负你了 我一会儿跟他说理去 不是 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 心里有点别扭 你能陪我聊聊天吗 其实啊 我从小就是在镇里读的书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我也是阴吞的人 我生初中那一年 恢复了高考的制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了 我一定要考出去 我要离开这儿 离开得远远的 永远都不要回来 结果我真的做到了 我去了北京盛大学 成为了镇里 第一个女大学生 我看见了天安门 看见了长城 认识了许多同学 也交到了许多的朋友 我觉得 自己越来越熟悉那个地方 自己越来越熟悉那个地方 也习惯那儿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 我应该算是 和过去的生活告别了吧 但是我没想到 四年以后我还会回来 我又回到了镇吞 你知道吗 这是我第一次勘探实习 换句话说 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所以啊 有的时候 命运真的很奇妙 我之前也有想过放弃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平衡这种关系 我明白 不过我现在想通了 进入地质队的机会 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队长也没有要处分我 就说你能信任我 那我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更不能辜负 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对吧 对吧 小白 快吃吧 一会儿都凉了 好 电文 都是十年前千百善的地址 勘探资料 陆国华偷拿的 都是鹰屯相关截取的片段 这代表什么 是谋种指向 还是纯属意外 乌木门 沙滩镇 西风皮 老龙口 这几个地方 都是我爸的勘探目标 他每到过的地方 都会给我寄一封信 除了老龙口 他都去过 寄给我信上的邮戳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到底在找什么呢 等等 或者说他去了老龙口 只是没来得及寄信 儿 杨叶 很想你 十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我离家的第五十五天 亲爱的儿子 不知道你长高了没有 现在爸爸 站在血缘上给你写这封信 这片景色很美 另外 爸爸可能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美丽的传说 足以惊动世人 秘密 照片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在哪里面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那里面 你很想念